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屋仔 今集說說內地猛料 厲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的playson 內地猛料就誇張了 我覺得有幾單都很厲害 沒錯 有哪一單最厲害呢? 說來最厲害當然是聽聽 現在吉林 內地吉林 有一個農業科技大學 有網友,即是內地的網民 就說校方涉嫌隱瞞 他們的學院爆病毒 即是Omicron 令學生交叉感染 甚至他們自己好像被人遺棄了 就搞到這件事很嚴重 因為現在人們被迫在微博上爆料 沒有人理 沒有人理他們 最後搞到有官員立即落馬 中央得知這件事後 馬上把外頭殺了下來 這些比香港簡直小毛見大毛 你想想,經常有人問 喂,很喜歡問那些 記者很喜歡問 我們的政府 問國務院副總理 中央有沒有不滿意香港的什麼 他說沒有 沒有 先做完 先做完 這些事還未做完就說這些 是不是想法要分明 是的 內地都很緊張 對這件事 最重要是控制疫情 當然 想法要分明 沒錯 其一 這件事也是大新聞 另一件事是說到 又是說到這些 烏俄中國的局勢 我看到有報紙這樣寫 中國拒絕 提供飛機零件給俄羅斯 喂 你那頭又捐些物資去幫烏克蘭 現在又不給飛機零件給俄羅斯 中國看來是不是 現在的立場 放了出來 讓大家看到 是嗎 好像 那天 美國的官員 出來說話 喂 你們中國很快些 做一些事情 然後 現在 有很多不同的新聞 就可以出來 究竟是怎樣的呢 那跟大家去看看 要不然 一會兒 大家又說 不是呀 又說太貼 又說不貼 又說什麼 要不那些小粉紅 又出來在網上說話 另外一件事 就是講講香港人 真厲害了 他那種 他那種方式 經常在香港 我們都說 投訴之刀 DNA那種 很根深蒂固 連內地的官員 都受不了 受不了香港的人 為何這樣說 就說 有人闖關去深圳灣 是不是 在香港 在香港過去深圳灣 受不了 因為受不了香港 那是不是 疫情要令到大家要馬上離開呢 有人沒有預約酒店 硬闖 這個通關的關道 內地官員不給 香港警察抓他回去 抓走他 他最後出了絕招 什麼事 在那裡點地 選擇躺平 我覺得 其實是不是真的香港人 我應該跟大家說一下 那些網友當然說 你回到大陸 當然不是香港人那麼簡單 是啊 我們經常說 不論你是不是香港 真的香港人回到大陸 總之在香港回到大陸 這一刻 不管你什麼人都好 是不應該的 為什麼呢 你這個環境的疫情 都還未完全控制得住 是 你沒有理由 都要上去 是吧 你明知道自己 都是一個有機會 確診的人士 就算你無精闖 也有機會是兩條線的 那你不要搞這些事情 你還要出大絕 什麼 你真是 沒有的 到時候網上又說 香港 到時候又入了香港人數 到時候 這些都是麻煩 另外 也說到一件非常厲害的事件 這件事 說到是內地的 這次不要說我經常說的 什麼 台灣風月版 我們在說內地風月版 這些新聞 說到有個流浪漢 涉緣強姦 強姦妻子 劉浪漢也有妻子嗎 對 然後 不知為何分屍 那麼變態 對 慢慢跟大家說一下 好嗎 這件事不要經常說 我講台灣話 好 逐件逐件 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件事 就是 中國如何拒絕 不讓俄羅斯零件 現在中國是這樣 是不是抵制 這件事 某程度上也算是 某程度上也算是 某程度上 你從哪裏找回來的 新聞 881903 是嗎 是這樣的 商業電台 是真事 香港電台 等一下人家說 我講假新聞 是嗎 昨天又說 又假新聞 請援助物資 有人說我們很天真 你這麼容易騙嗎 什麼 騙什麼 對外要公佈 等一下 是不是他拍照照片 之後收回 他不是的 意思是 500萬你覺得 對一個國家來說很多嗎 那倒是 小健撲撲車 香港派錢也 二千多億 抗疫基金 但是有做嗎 人家是俄國看到的 你500萬也好 5元也好 你有做 然後轉頭 你抵制我 不讓那些飛機零件我 這樣 喂 這件事 不是西瓜扣大邊 看看是不是扣大邊 先看看他講什麼 俄羅斯傳媒引述 當地航空管理局的官員指出 繼兩大民航飛機零件製造商 波音和空中巴士之後 中國也緊隨其後 拒絕向俄羅斯的航空公司 提供客機零件 真的嗎 是啊 嘩 你跟風 感覺上好像跟大隊 現在 真的嗎 喂 報紙你這樣 你寫成這樣 我沒得作 那些小粉鵝那怎麼辦 小粉鵝 現在中國 他愛不愛國 他其實是愛俄國 那些小粉鵝 我經常都說 他認中國人 你去俄羅斯吃屎 我們這些全部是中國香港人 不知所謂 說到 既然中國拒絕向俄羅斯提供這些客機零件 搞到俄羅斯現在尋求其他供應的來源 包括和印度和土耳其去拿這些零件 又會和各國航空公司的供應商聯絡 他說最後都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官員指出 其實俄羅斯航空公司旗下的客機 有很多都是海外註冊 自歐美對俄羅斯客機實施空域限制之後 陸續有客機回到俄羅斯註冊 這個問題就是這裏 你零件不給他用 沒有零件 到時有些飛機就飛不了 當然 這是什麼的 是那間公司不給嗎 不是 還是中國 有很多國企 是國企 有很多國企 是呀 你等同 有波音和空中巴士 不用說 在歐洲或者西方社會 他不是國企 但是 美國也好 西方一旦制裁 他們都一定要跟大隊 因為他們為美國政府也好 甚至西方軍事那邊 都提供很多力量 製造引擎 那些東西 我不排除 我不排除 其實中國某程度上 有些零件都是從這些公司拿回來的 人家制裁的時候 中國也沒有辦法 去 給了出來 其實根本上 是不是人家 不給中國 然後中國給他 其實一個 你明白嗎 左手捏右手 右手捏左手 現在是互捏的 我覺得 你覺得是這樣 中國現在 某程度上 又有些少許 可能是 受限制於別人 我覺得 沒理由 中國擺明 居馬 去做這件事 跟普京交惡 正常是 因為中國有些零件 始終都要靠國外輸入 可能都是跟這些最大的飛機製造商 拿零件 那他不給你 哪有 應該就是這樣 中國沒有了 那我怎麼給你呢 那就說完了 俄羅斯現在說到他拒絕 你又不要這樣欺負中國頂網 俄國 對嗎 你們可以很友善 我知道 大家都可以很友善 但問題 但沒有搞清楚 這件事是你猜過 我純粹我個人推算 因為這是最溫和的推算 對 因為中國不是說不給 我也沒有零件給你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溫和的推算就是OK的說法 如果不溫和的推算就是 西瓜靠大邊 總之俄國就說你不給 你不給就不給了 那怎麼辦 沒有的 不是不給 你不給就不給了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對嗎 這樣就是 你看到現在打仗那些特別惡強 不知為何 說你是這樣就這樣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哪怎麼辦 我們這些 那不關我們事 不是 那你中國也很無奈 我覺得他這件事也很無奈 很無奈 不知道 有些人就說 那麼刺激 就看看網友有什麼精闢的獨套話 說一下 那另一件事也很嚴重 香港疫情 除了大家都知道 整個中國都在看著你 香港疫情 我一情如 我一情如 那直接說到 吉林農業科技大學就爆疫了 這件事在內地都惹起風波了 那校方涉嫌隱瞞 隱瞞事件 嘩 那看看究竟是什麼事了 因為內地新增了 確診病例402宗 其中吉林省已經有344宗 嘩 好厲害 其中吉林農業科技大學 出現學校聚集性群體爆發 但是校方懷疑隱瞞疫情 更加要求學生不可以出聲 神經病 吉林農業科技大學門口集結了30部大巴 這些是將陽性病例緊密接觸 次密接觸的學生轉運出去學校 嘩 嘩 三十部大巴 你想想 香港那個 它不是一輛大巴 車一個 大哥 他真是栽爆你那隻 這件事 吉林省委發放消息出來 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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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去了吉林農業科技學院 黨委書記 張立峰的職務 為什麼這樣說呢 根據微博網友 叫他林凡一沉 這是一個網名 在3月10日上午披露了 這間科技學院一直發了微博 一直在打電話給同學 有些同學在微博上說話 這間學校就馬上打給學生 叫他們閉嘴 別說 企圖掩飾校內真實情況 他透露 這個吉林科技學院 在10日之前 將有需要隔離的學生 放在圖書館和教學樓裡 靠叉感染 沒有病的同學 都變了緊密接觸者 學生就哭著打給老師 老師都說不知怎麼搞 搞到整個學校 全部的學生都在哭了 說到很害怕 吉林馬上變成下一個武漢 不用怕 香港 都未到 香港確診六十萬 全中國六倍 都未哭 武漢又如何 中央搞定 沒錯 最慘是他們之前 他們有這些人 想著門報 他們的上級門報 這個網友指出 學生的孤立無緣 生活必需品的嚴重不足 女性的衛生巾都沒有 學生在那邊流血 那邊痛 明白嗎 有人哭著打給家 正常的學生在寢室裡 沒有水喝 消毒設施嚴重不足 學校說沒有就是沒有 補不補就看看怎麼辦 如果真的這樣 就很離譜 補給也沒有 不是吧 說到說 這個網友更加爆料 老師一直被退消藥 就跟他們說 吃完就睡覺了 睡一覺就應該退消了 誰知道也是消不退 老師就立即換成一種藥 就說 在宿舍 就已經 有些人說很麻煩 因為有幾個同學已經沒有意識了 睡在室內裡等待處理 一波又一波 看得到那個環境就好像密室一樣 按住大家就不讓你們出去 不讓你們說話 這件事 他批評校方 什麼都不做 就說有陽性的確診 有失誘的不隔離 總之是等 最後就變成全學校都是陽性 這樣 這招牌是不是叫什麼 共存 共存 學校共存 那外面的老人監 怎麼辦 不是啊 那些人 他現在就不讓你們出去 又不出去 總之有你們 最慘的裡面有人不舒服 又不讓人出去 又沒有藥吃 藥吃不好人 他更加表示 他打給吉林空房 各個電話 不是拒接就是推卸責任 總之就說沒有人來 他們就是任人魚肉 任人宰割 這篇文章在微博 得到180萬的讚好 影片超過5500萬人看過 5500萬人 對 根據央視的報導 到下午 農業科技大學 立即有30部大巴 每部車載50多人 左右 司機穿著防護衣 為什麼呢 講一下 香港 我看到有些人說 車去捉高灣 有車載一個司機 一個人 一個司機 即是一架車載一個人 內地一架大巴載55人 都是這樣做的 那你為什麼要找這麼多車載進去呢 對吧 講到說 每部車要經過殺菌消毒 才可以進入校園 將陽性緊密病例接觸者 刺密接觸者的學生 轉運出校 央視記者更透過航拍拍到 學生在操場後 拿著行李 穿著保護衣 分批上車 等待轉運 隨後就講到 吉林省這個省委 發布消息決定 炒科技學院 黨委書記 張立峰的職務 懷疑 他辦事不力了 看得到的 中央做這些事 就很快手 沒錯 你講到說 人家哭訴 要經網上去發布這些事 惹到你這麼嚴重 一會兒有人說下一個武漢 武漢也不怕 最怕香港 最怕變成香港 可能真的遲下轉口問 下一個香港 都不知道怎麼說好 擺明就是 對吧 這件事都令人憂慮 我也明白 說一下內地 除了不只是台灣風月版 這個有些變態的恐怖事 說到什麼事 就說安徽省一個男子 姓洪 就說他小時候 母親被一個流浪漢霸佔帶走 到他這個男人 娶老婆生子之後 老婆竟然 再被當年的流浪漢強姦 導致離家出走 這個流浪漢這麼厲害 是 瓜兩代 瓜兩代 究竟這是什麼事 可以這麼厲害的看看 其實這件事 發生了很久很久之前 因為跨兩代 最後 這個流浪漢 被姓洪的男人 忍無可忍殺了他 這件事內地傳媒 日前才報道出來 因為這個男人故意殺人罪 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死者 即是流浪漢姓靈 在1990年的時候 涉嫌 殺害前妻和外母 外逃到江西省 自己說到流浪漢 原來最初不是流浪漢 扮黑衣 扮黑衣 最後被姓洪的男人的家人收留 在收留期間 扮黑衣 扮黑衣 和姓洪的男子的母親 墮入愛河 扮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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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 接著 將其他人的母親帶走 令姓洪的男子 從小到大便沒有愛 誰不知 說到男子大過兒子 就去了浙江省烏市 以烏市工作 並重新跟母親取得聯繫 好適合 貼回去 之後這個男人 因為老婆大了生子 需要照顧等等的原因 於是 就搬回去跟母親住 既然搬到母親住 就會撞到乞丐 是不是 無奈 這個姓洪的男子 老婆離家出走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而老公 姓洪的男子 就從外父外母得知 原來老婆 被這個乞丐 強姦而離開 是 嘩 吃完自己的母親 還搞了自己的老婆 真的 嘩 真是恨之入骨 沒錯 恨之入骨 什麼你老母也不要緊 什麼你老婆 真的 很大 這個男人 有沒有殺她 有殺了她 這件事 到了2014年 那時候 姓洪的男人 和乞丐 在屋裡發生爭吵 正所謂身仇舊狠 一起混合 這個男人 忍不住 趁他乞丐 睡覺的時候 就把他殺死而分屍 再把屍體運去 以污屍膠外 把他丟掉 最後 到了2020年 警方 因為持續追回案件 發現這件事 從而拘捕了這個男人 整件事可以看得到 身仇舊狠 說到 來龍去脈 但是法院 我們法院 綜合上述情案 依然裁定 這個男人 構成故意殺人罪 有鑑於 他能夠如實 供出的罪行 帶領辦案人員 找到受害者 對這個偵案破起 破案起了很大作用 加上 他能夠自願認罪 而死者 對引發本案 亦有過錯 所以 法院 對這個男人 就著情處罰 就判了他十五年 有期徒刑 這樣說 雖然 人家吃你媽媽 奸你老婆 你殺了她 就是殺了她 冠得真是重 對 其實 老實說 你說他扮黑衣 吃人老母 他這些黑衣 在社會上 已經是一人渣 對社會上沒有什麼貢獻 十五年 有期徒刑 緩刑 就算了 對 不過他可能手法太空殘 對 又棄屍 如果你說不小心 這樣 不知道 就好一點 對 不過這件事 所以說有時候看你怎麼看 對 真是怨肉 冤 冤 這些真的 很多男人都說 我摘他爸爸 真的 你吃我兩尾 當然 當然 我全家的女人被你吃暈了 冤冤相報 所以就何時了 好 除了說到 剛才這些事情之外 就說一下 香港人 就在這個沒有預約的酒店 兩道闖關深圳灣 他不是寫香港人 他寫內地婦人 對 剛才你說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香港人 原來就是內地婦人 但是香港出發 你知道了 內地的人 接著又炒作 怎麼 香港人 跳傘的人 又說香港人 又說 是呀 有你沒有你就寫了你 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因為始終 我們的確診數字 的確依然高期 我未必有專家的說法 對不對 但是 說到 依然 每天都有五百多人 逼爆深圳灣口岸 想著 在這個不預約酒店檢疫的酒店情況下 就很幸運 闖到關 其實之前已經說過了 所有入深圳境的旅客 必須持有兩地政府認可的 二十四小時內的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結果 還有 你必須預約十四天的酒店 確認了你預約了 才讓你過關 否則你不用指意入境 而港府也呼籲 你不合資格的人士 你就不要過去 但是 正所謂你叫我不要過 我無論如何都要搏好彩 有很多人 每天都搏好彩 亦有很多人就是 即是白狀 對 在網上 分享成功白狀 成功的經歷 白狀 撞得過 有的 總有的 總有 根據入境處的數字 應該不要讓他有 其實一個都不行 沒錯 你一個好彩 就每個都搏好彩 正所謂搏走路 一局一定是搏得到的 對 他們想到是這樣 真的搏得到 對 入境處的數字 就說8日 經深圳灣離境的數字 就有495人 有80個是內地人 其實計算數 每天是500個 這些檢疫酒店的房間數量 那就看看 01 厲害了 聯絡到闖關成功的內地婦人 他的兒子 曹生 他透露 他五十多歲的母親 早前去香港探望他 但是他父親 在星期六的時候 因為腦梗塞的後遺症 進了醫院 所以他母親 打算回去內地 照顧他父親 曹生指出 他母親 在星期一 即是7日 自行闖關 去深圳灣 打算播一播 未能成功進入內地 他成功離開香港境 但是未能成功進入內地境 去到晚上十點多的時候 被入境處職員 發現他依然逗留在關口禁區位置 所以就要求他 不如你回香港吧 我們關門了 但是他母親 不願意回香港 等到 想著 在深圳那邊的邊防人員 一旦落更 他就 繼續在原地通宵等 搏 最後出動到要警方呼籲 香港那邊 回來吧 叫他回來 最後將 凌晨兩點多 把他母親送回天水圍的住所 所以他又不算是香港人 內地府人 但是 你可以叫做內地府人 但是他在香港有屋 對 香港有屋 說到這個 曹斯拉依然不死心 在8號那天 中午再次闖關 離開香港境後 到了深圳灣口岸 起初 那個深圳市防疫指揮部工作人員 不讓他過 他在那裡跟人吵 這位曹太 曹斯拉 就說在那裡吵 於是出絕招 他就說曹太 就躺在關口行人通道 就要求放行 即是我躺平的 我是躺平的 我不動的 你不讓我過 我不走 他就說 要不你拉他回 曹太這樣說 要不你拉我回內地 起訴我妨礙公務 要不你放我過去 無賴 無賴 無論如何都要你進入內地境 這個意思就是 沒有這些 批他坐牢 坐逆牢 然後把他扔回香港 無論如何都不讓 應該抓走他 放他在一個地方 坐牢 坐14天 扔回香港 然後送他回香港 要不然這樣 那些人就不斷走去搏 沒錯 有時候大陸那些人很可憐 明白的 職員最終無奈放行 還要讓他入住隔離酒店 說到曹先生 即是他的兒子 就說到他媽媽 回內地是基本人權 不應該沒有預訂酒店 就限制他出入境自由 這個位置我就不建議了 不認同他的說法 是 規矩 隔離了才好讓你入境 什麼叫沒有隔離酒店 就不讓我入境 是我限制人權自由 現在的規矩是這樣的 神經病 那你就預訂 你預訂到有為子 就讓你進來 預訂不到 預訂不到就在這裏 可能是港人權 如果是香港 每個回內地的 全部在門口關卡 在這裏便可以 對 最後就放了過去 形同虛切 這個制度 是吧 所以這些又是多什麼 多鬼余的 搞到 每個人都在這裏 幸運 有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就指出了 他明白的 有市民急需回到內地 但是你沒有預約的情況下 這樣衝關闖關 就會為了內地帶來風險 他呼籲不符合內地要求的市民 切勿闖關 否則中央在收緊的時候 大家就不用仔意玩了 意思是不用仔意回去 又不會 不是 我覺得 大家互相 在香港那邊 是 你一 出境的時候 檢查一下有沒有預約酒店 你有沒有去那邊 博猛就趕他離開 沒有的 那你現在去哪裏 辦事 他也好 你在深圳灣離開 你一定是入內地景 意思是這樣的 你一定是去過深圳的 那你深圳那邊 有沒有所有資料做齊了沒有 沒有預約酒店 你不要過去了 你先回去吧 回香港 先回家 那你就不用搞到 深圳那邊又尷尬了 是不是 大哥 你那邊 摺一摺他 他去到澳門口 現在很尷尬 很尷尬 那你深圳那邊也是 你尷尬了什麼 你走 你回去吧 是不是 你沒有酒店 我不會讓你過去 一定要站硬 這個話 因為每個人站硬 你又在那裏 你又不夠硬 人家比較硬 你又在那裏 你又在那裏 在那裏面前 又在那裏面前 還會死 很流行的 哭二鬧三上吊 沒錯 這些事情完全可以預計得到 所以 大家 我也是那一句 之前都說了 不要為國家添環添亂 是不是 一陣子那些 所謂的香港輸入數字 越來越多 那時候就只會死 一陣子 再收緊你香港這邊 你打算通關 你這麼喜歡通關 是不是 這麼喜歡過關 現在不要過了 全部都不要出 那到時就更壞 那這件事 都不會的 應該 剛才簡單解決一小部分的人 你抓他坐牢 很簡單 十四天 對 沒有 你要過關 現在呼籲你離開 你不離開 我就 舉旗開槍打你 不是 十四天 在內地要坐十四天 我現在想起那些舉黑旗 是啊 在中間的關家 拿掃膠子彈 真是 真是 放你進去十四天 然後送你回香港 然後送你回香港 那你就真的 一一號二號三上跳 然後再在WhatsApp Group流出 對 然後再入廠 再十四天 再送你回香港 再幫你宣傳 最後有這樣的事 沒錯 那大家不會再亂來 最重要是不要亂來 你維持秩序 你不是製造這些鮮麗出來搞搞鎮 下次再聊 拜拜